美国密歇根州四死高中昌经案 被控误杀的仓首父母提堂 法庭将保释金定位每人50万美金 克伦布里两夫妇星期六被捕时 躲在底特略一栋商业大厦 同日视像认讯 否认控罪 他们原定在上星期五首次提堂 但是没有出现 被追捕期间 在法院附近的自动跪员机 提款4000美金 法官认为有前途风险 要求两人以合共100万美元保释 并且要带上定位装置 他们两个15岁的儿子 上星期在学校开窗 让城四死七伤 检察官说 他们无视儿子行空前的行为異常 加上送了涉案的窗给儿子 控以四项非自愿误杀罪